第五回 周园外花园见妖 三清冠邀请老道 话说杨猛 过去抡拳就打 这几拳下来 把老道的倒冠也打坏了 金簪子也落了地了 纪公看打得差不多了 赶紧过去拉开 这时候陈孝赶过来了 杨贤弟你还不走 跟着师父疯闹 小心人命官司 拉着杨猛镜子去了 把老道气得是两眼发直 口中直嚷嚷 反了反了 无缘无故揪着我就打 我上前堂先告你去 纪公说了 哎哟 得了 得了 道爷 你说这怎么话说的呢 你这庆也掉地下了 这桌围子也脏了 我跟你担担吧 老道一听这话就是一愣啊 我这倒冠 倒袍 倒鞋 都是拿庆跟桌围子换回来的 他怎么知道的 他拿眼上下打量着纪公 见着和尚长得其貌不扬 身高五尺左右 头上的头发有二寸多长 一脸的姿泥 破增衣 短袖缺领 腰脊丝涛 咯里咯搭 光着两只脚 拖着一双破草鞋 老道就问了 和尚 你宝刹在哪啊 纪公说了 我在取马菜胡同黄莲寺 我叫苦和 老道心想 好嘛 苦一块了 你这是上哪啊 和尚说了 我上临安城里头 有一家财主 住在太平街 姓周 叫周旺莲 那可是临安城里第一大财主啊 人称周半城 请我呀 去捉腰敬宅 退轨治病 刘太珍一听 心中是大大的不悦 心说 周元外 你这就不对了 既请了我就不该请和尚 既请了和尚就不该请我 我啊 得到那瞧瞧 要是恭敬我呢 我就给你捉腰 要是恭敬和尚 那我就走 相爸跟纪公说了 和尚 咱一块走啊 和尚扛起尾陀相 跟着老道一同走 一边走啊 和尚还问老道 嗯 刘道爷 您贵姓啊 老道一听 你叫我刘道爷 又问我贵姓 真是个疯和尚 纪公使哈哈大笑 信口说道 说我疯 我就疯 疯癫之症是大不同 有人学我疯癫症 虚谢贫僧九亿瓶 说着话 两人进了前堂门 来到太平街陆北的大门 见门口有四颗笼爪槐 门里有几块匾 上写着 急功好义 乐善好施 义勇相礼 见义勇为 来到门口 一叫门 管家出来一瞧 哟 道爷来了 老道说了 辛苦辛苦 劳烦啊 望里回禀一声 就说 山人来了 纪公啊 在他旁边 扛着尾驼像是一言不发 管家瞧了瞧这僧道二人 转身进去 来至书斋 园外正在书房等着老道呢 家人进来回禀了 轻拨门外 三千惯的刘太真来了 还跟着一和尚 周园外听了就是一愣啊 和尚 谁请的 周福说了 必是老道请的 您老人家出去啊 得恭敬和尚 这是给老道做脸 得 全弄错了 园外以为和尚是老道请的 老道呢 只当是本家周园外请的 其实全不对 这件园外由里边出来 纪公睁眼一看 这园外 身高八尺 细腰乍背 头戴宝兰段大叶子 逍遥园外金 三蓝绣花 迎面镶嵌着美玉明珠 一带双飘 身穿宝兰段逍遥场 妖际思涛 白袜云邪 面如三秋古月 慈眉善目 海下一步花白的胡须 根根见肉 园外出来迎和尚 抱拳拱手 哦 和尚请了 道爷 里边坐吧 老道一听就不高兴了 心说 这是恭敬和尚啊 见了和尚抱拳拱手 见我就喊了一声道爷 那我走吧 有心不进去吧 又想 好容易把这身衣裳 这身形透熟出来了 指望着得几十两银子呢 无奈只得跟着园外进去 来自书房 当中一张条案八仙桌 两旁的两把椅子 墙上名人字画甚为清雅 和尚老道落了座 家人刚献上茶来 和尚就说了 哎哟 摆酒吧 老道一瞧 和尚跟这周半成比我熟啊 必是常来 所以他不见外啊 老园外呢立刻吩咐摆酒 稍时家人擦摸桌按着 杯盘完盏就摆好了 和尚也不谦让 就在正当站坐下 老道心中虽然不愿意 也不好说出来 吃了三四杯酒 见九席上 周园外对这和尚是特别的恭敬 老道实在忍不住了 就问园外 这和尚是您老人家请来的 周园外一听 此言诧异啊 连连摇头 哎 不是我请的 我不认识啊 不是跟着道爷你来的吗 老道一听 我也不认识他 他说是园外请的 和尚啊赶紧说 哎 不提这个 不提这个 咱喝酒 周园外一听 你好和尚 感情你是懵吃懵喝的 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家人过来 见和尚还端着酒杯要喝呢 周福说了 和尚甭懵事了 赶紧出去吧 拉拉扯扯的 把和尚推出了大门 关上门来一瞧啊 和尚拖那尾拖像 还落在院里 周福回了回禀园外 说这和尚是轰出去了 但是没拿委托像 老园外说了 回头啊 拿给他 不要围难他 老道呢 喝着酒就问了 园外啊 现在贵宅有个什么妖精 把公子爷给迷住了 我回头啊 烧骨香瞧瞧 画道符 本来这老道啊 就会敲香画符 也没多大能耐 无非是借着三清贯的神仙 找碗饭吃 周圆外说了 现在啊 这妖精变了个女子 就是我们隔壁邻居 王月娥的母样 天天晚上啊 跟我儿子在花园里吃酒 老道听了就是一愣啊 心想 我也无非就是乔香画符啊 这妖怪善能变化人参 好家伙 我可别捉妖不成 让妖精把我捉咯 自个儿琢磨了半天 这才说 呃 袁外啊 我捉妖呢 需用七个人 连上我 这叫八卦连环式 这才能以保万全 袁外一听 可以可以 周福啊 你跟道爷去捉妖 周福心想 捉妖怪 算了吧 跟袁外说了 袁外啊 我闹肚子 当不了差 您再派别人吧 袁外又吩咐 周禄 你去 周禄也说了 嗯 不行不行 我害眼睛呢 周袁外啊 是为善人 一听呢 家人都不愿意去 他自个儿明白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人不为利 谁肯早起 袁外说了 谁要去跟道爷捉妖 不白去 一宿一个人呢 我给十两银子 可我只要七个人 谁愿意去 谁去 旁边周福一听 哎 袁外我去呀 袁外说了 你 你不是闹肚子吗 我刚才又想了想 不就是闹肚子吗 我蹿蹿西就好了 袁外一听 你这是听见银子了 混账东西 周禄也说了 我也去 袁外说 你不是害眼吗 啊 不是 袁外你没听明白 不是害眼 我是在家里头爱眼 嘿 一听有银子 大伙都愿意去 不多一会儿 这七个家人都凑齐了 袁外问 道爷啊 你要用什么东西啊 老道开了个单子 写着用桌子一张 太师椅子一把 竹台香炉一份 素辣一对 长寿香一封 钱粮一份 心笔朱砂 燕台 毛边纸 各一份 还有什么香菜 无根水 五股杂粮 等等等等 预备好了之后呢 搁在后花园 公子书房的院子里 园外吩咐 照样都准备好了 烧食 天已掌灯 老道同园外 带着七个丛人 各拿顺手的兵刃 来指花园 老道睁眼一看 这花园 顺势齐整 花卉群方 树木森森 楼台殿阁 水树凉亭 取院刁兰 真有四十不屑之花 八截 长春之草 老道往前走 来到院子里 一看当中摆了一张八仙桌 自己要的这些东西啊 都已经准备齐了 这时候 屋子里头 周公子听见外边有动静 喊了 外边什么东西 滚出去 家人说了 公子爷您别嚷 我们请了道爷 捉妖敬宅 退轨治病 您哪让妖精给迷了 公子一听 混账 你放屁 老道呢 也不答言 园外呀 回了前厅 静听老道的喜信 老道叫众家人 在上房外间屋中 给他助威 他自个儿啊 在院子里 那椅子上一坐 一直等到天交二谷 他把蜡烛点上 恭恭敬敬的 烧上一股香 心中祷告 三清教主神佛在上 信是弟子刘太真 我呀 是三清观的老道 现在这周宅请我 捉妖敬宅退轨治病 哎哟 还求三清祖师保佑 把这妖怪退了 我要是得几十两银子呀 我回庙给您上贡还愿 祷告完了 他把道观摘下 把这包头解开 披散了头发 抽出宝剑 用香菜蘸着无根水 往宝剑上一挡 把五股杂粮 搁在宝剑上 又抹了朱砂 化了三道灵符 老道说了 周福 你看我这头道符一烧 马上狂风大作 二道符 我就把那妖精拒来 三道符 我要用宝剑斩了妖精 叫他立宪圆形 要是人死变为鬼 鬼死化为灰 我当时就结果了他的性命 周福等这帮人呐 都看着老道做法 这件老道把头道符贴在宝剑尖上 口中嘟嘟囔囔念念有词 念完之后 老道喊了一声 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宝剑一晃 点着了头道符 真有冰盘大的火光 他把这符一甩 一点风都没有 周福说了 哎 怎么没风啊 老道是不是吹牛呢 周禄说了 哎 别忙别忙 还有第二道符呢啊 老道口中又开始念咒 二道符也用宝剑挑着 点着了 扔出去 还是没动静 老道一瞧真急了 把这三道符贴在剑上 口中念念有词 刚一扔出去 果然是狂风大作 这阵风一过去 老道睁眼一看 吓得是魂不附体 来了一个妖精 要活吞老道 不知他性命如何 且听下回 分解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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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